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处理生命不同的事情 今次是说到处理分历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放在《轻松德性》呢? 原因是这样 《轻松德性》有三个大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活在神的爱和计划 第二处理生命中所的问题 第三发挥生命 当有人不处理日常的生活 就算他很亲近的时候 有些人很喜欢祈祷 很喜欢上教堂 很喜欢传呼应 不过他家里很容易吵架 这样的时候他的生命发挥不好 所以一个人真的要想发挥 我们生命里面所有任何一部份 有任何问题都要处理 我其实没办法 能够将全部人生命中的问题 全部都拿出来 不过我只是拿出一些大的 常见的 如果大家想到一些问题 将来你可以提出的 今次讲到婚姻 但可能中间有些人说 我都没结婚 那跟我的关系呢? 未结婚也有可能会结婚 我们都要认识一下 男女关系和夫妻关系 其实呢 很多时候夫妻关系的相处 应用在个人关系都有帮助 应用在你同时中有男有女 的时候的相处都是很有帮助 因为呢 男女的相处是有很多 因为性别的分别是有问题的 那比如我以前呢 我在圣语教读的时候呢 去到图书馆 在图书馆做事 那那个图书馆的管长呢 就是男的 他有个助手是女的 那这个女的已经做了很多年 那他做了很多年呢 他就有时呢 就是以熟卖熟 他就会时时呢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的 就是其中有一个在里面做工的同学呢 就跟我说 他说他两个整个有吵架的 那我就看不到 但是呢 他们以熟卖熟 当他熟的时候呢 女呢 就有一个倾向呢 女是通常呢 那个管理的心比较强的 责任感比较强的 所以家里有没有送啊 写桂有没有东西呢 女的那是留意得很清楚的 那那个周时人记得的 那在家里呢 都是会很多事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理是 就是是否结了分 就算 譬如一个父母有几个子女 那女呢 家里有些什么呢 有些什么吃 有些什么买 有些什么做呢 是记得多一些的 通常来说 是记得多一些 神比男女的分别 那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图书馆的帮手 助手 那他自己呢 就 就是很有这种责任感 所以他见到图书馆管长的时候 见到很多人不顺眼 他就好像太太和丈夫 所以他两个时刻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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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那个助手就整天呐他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性别上的一种情况 其实呢 如果熟悉的时候 大家是可以处理到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对于我们有帮助的 好了 那么处理婚姻和家庭的问题 那么 首先呢 就是对恋爱和婚姻的观念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起读 《二福所书》五章二八节 《二福所书》五章二百节 那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样子 《三福所书》 《三福咱 Madame》 通常是比较多一些的 尤其是关系开始未恶化的时候 太太会紧张多很多 关心多很多 但当她恶化了 开始她厌烦的时候 她开始的爱就会减少 所以通常来说 正常的婚姻 太太爱丈夫多一些 她缺乏就是顺服 因为她太多咦我我 咦咦咦咦 不停咦咦丈夫 所以在这儿正经就讲到 就是丈夫就是爱情 因为丈夫实际上 很多时候是很少 很少爱 这个是男性的特色 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的观念就是 我娶你真的会爱你 你不用常问我 我爱不爱你 我娶你 我又没有走到 突然就是爱你了 不用问了 不用 整天都要我说 只能说这么多一次 就是她心里 她觉得 爱爱这些东西 那么浪漫 这些是电影而已 追来的时候就浪漫了 就是现在就是吃饭 睡觉 上班 就是变成了她的心 不是想到爱的 其实有些人就说 那为什么要 婚姻里面又会有爱呢 其实这个是神的计划 神就是想我们所有人 都是充满爱的 所以家庭是给儿子 一个很 就是成长一个很重要的温床的 是让她长大的时候感受到爱 于是她长大的时候 就是爱 如果她小的时候成长 是没有爱 家里经常吵架 根本她长大是很难去爱的 好了 丈夫要爱妻子 而事实上 我下面也有说 很多人在追求配偶的时候 是想有什么条件的 就是对方要怎么样 够漂亮 够什么 够身材 这个事实上是很多男性会想的 想问她 够不够温柔 说话是不是音声势力 总之 很多时候是以外骂同 她怎么对自己 就很少说 我要为一个配合 我真的要爱她 我真的要对她好得不得了 或者要变成一个爱的婚姻 很多时候人就不是这么想的 结婚的时候 只是想我得到什么 而同样妻子 很多时候也会是这样的 即是她想找个 可能心中想找个 我不是说你们 可能想找个有钱的 经济稳定 说话又闻又怒 斯德国亨心我 听我说话 通常是说要什么 如果婚姻是要的时候 当对方没有做 就开始厌烦 为何那么多丈夫对妻子 为何会厌烦呢 因为她期望是一个 小鸟依人 温柔 说话真正 的确实你有没有发觉 女孩子 未结婚的女孩子 是说话斯文很多的 即是温和很多的 结婚了 为何那些语气会转了呢 因为她开始紧张家 紧张家的时候 那些已经很多次没有收拾了 你快点收拾吧 她不会好回以前 你快点去收拾吧 为什么你收拾吧 你真是好 你跟她收拾真的好 即是很少用这种语气 但是呢 在追求的过程 很多时候就会用这种语气 因为我开始觉得 即是有些厌烦 有些期望达不到的时候 开始呢 于是就会有这种情绪的表现 当这个情绪表现的时候 丈夫就开始觉得 对不对满的 对不对满的 即是说得俗一点 以前很温柔 为何结婚之后 这么长气啰嗦 完全像我妈妈 我是不想娶一个妈妈 为何现在这个 是变成我妈妈一样 就是因为她没有看到 当她不懂得爱对方的时候 而是期望的时候 对方就不会真的 真的跟她有这种关系 那我在 我和现在的太太 因为我第一个太太 是色奴归主 在之前的一种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我是没有完全准备好自己的 很多时候人是不懂得 原来是要学 如何去对对方好 虽然我也有这个心 但是没有想到男女的分别 不知道那个分别在这 但是当我有第一次经验的时候 我就说我第二次 我一定要真的未开始 我已经 首先我要清除她的 是神为我预备的 看看 因为如果我心想着 我是宣教 我是将我生命给主 我只是想毁身做神的事 我就不想任何的关系 影响我的事房 所以我就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太太 其实我没有想着用太太太 我是想着单身的 但是神为我预备 神为我预备的时候 我开始我尋求神的生命 然后我就 我心里就说 我是一定这个人 能够在事工上配合我 能够配合的 但是同时我也说 如果我真的跟我结婚 我也会跟他说 我是会真的 每天对你笑 每天拥抱你 令你开心 说安慰的说话 鼓励的说话 我现在每天都是这样的 我见身面都是这样的 他也是这样对我的 实际上真的跟他好 因为我是想着 如何对他好 但是当然 婚一一定有期望 但是这个期望 不是婚一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如何对他好 然后呢 在婚一里面 大家当然都会尽自己的责任 所以这个期望很重要 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未曾结婚的话 那你将来是神的 你预备一个 你就寻求神 这个是不是神的预备呢 那你呢 都大家去沟通了 是不是真的 我们愿意在婚一里面 卫生 去爱对方 关心对方呢 好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应用在 我们普通所有人的 今天有信息 有些当中未有结婚的 应用在我们 和我们教会的关系 和我们周围的 顶尖的关系 我们是否经常要求 有时候我们要求 那些组员组长牧师 你要做到什么 你要做到什么 你做不到 我就不喜欢 而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给他呢 很少人去到教堂 我呢 要祝福这个教会 哇 我要鼓励这个团导人牧师 我要祝福周围的病姊姊妹 我参加小组 令到小组 哇 会有生意的 很少人想过 他多数说 入小组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借数呢 你有什么帮助呢 你有什么帮助呢 多数是有这样的事情 甚至可能你参加今晚的教会 有什么借数呢 有什么力量呢 当然我会尽量求祝福你 但我希望你都说 我可以有些什么贡献 这个罪魂 也都贡献为主祝福周围的 因为原来这个心态不得 只是婚姻的 很多时候人都只是要拿 所以人基本上是自私的 算了主是否应该不要自私呢 但很多时候我们要调教到 很多时候都是想得到什么 所以我们要求祝福周围的 好了 二分所书五章 二二字一同 你们作妻子 你当信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信服主 这里我下面讲到 因为女性的责任感和武性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性的责任感和武性 这个世界很不同 因为很多男性可能是大情大性 如果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话 假设他们都可以一样有子女的话 他们会对孩子没有那种温情 那种爱 那种怜悯 当然都有 不过没有那么强 所以大家母亲切是否会记得多些呢 因为的确 妈妈的关心是多很多 那他因为那种责任感和武性强的缘故 他就会有时有些控制性 因为当那些子女和丈夫 其实他可能有时当丈夫就是大仔 因为大仔不听话 就像教小仔一样要教大仔 那大仔就是丈夫 即是变成了一种控制性 很想他们怎么改变 那年轻人应该学习信服 丈夫应该学习为妻子 那有些妻子说 那我丈夫真的说不好 我怎样去信服呢 其实要见到一个爱和信服的家庭 一定是双方的 那丈夫若爱妻子 那妻子怎么可能信服呢 是不可能的 这个情况是说到一个信从神的 永远神的分析关系 那丈夫应该爱妻子 而妻子是信服丈夫的神 那这个模式呢 那这个模式呢 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模式 那是否丈夫不听 太太说不是啊 她信服的意思 不是代表不听的 其实我很多时候 都听我太太的一些提议 因为她实际上 有很多的智慧 其实男和女看法有很多不同的 的而是可以保足的 那但是呢 这个心态就是说 正如基督 信服天父 正如 底子会应该信服教会 和信服牧师的带领 那同友在婚姻里面 妻子应该多些的信服 因为事实上呢 如果要不信服 或者要坚持几年 总有很多事情可以坚持的 在这个世界上 譬如老板是否一定比下属 不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那个下属 整天都假扮老板 这个公司很有问题 那当然这个下属可以提议 而是个上司最好能够 是听她的意见 但是依然我下属用的方法 就不是命令老板 你要怎么做 这样的时候她就不信服了 但是很多时候 婚姻里面 就很容易用了 命令的方式 收拾东西 你怎么还不收拾东西 你怎么没做什么 这样的时候呢 那结果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求主帮 有这个信服的心态 那也有丈夫能够 去尊重太太 去爱太太 去欣赏她 去爱她 这样的时候呢 她就更加容易信服 但是也是太太要主动学习 那太太有时 也会这样跟我说话 她有些提议 先去试诺 先去试诺 那就是 她会有一些提议的 她提议 譬如说 某个人的相处 我有时候会问她 因为其实她是很有 就是很有智慧分析的能力 不是一个人 譬如一个人有些事情做 我要怎么处理呢 那我就会 说我上怎么做 然后她又会提议我 提议我 提议我之后 她说的说话 就是有时候 她说完之后 我很快就说 好啊 你的意见好啊 有时候我没有认识 她说我说了就算了 我就告诉她 那你自己决定了 就是我觉得很好 就是她不会坚持 我一定要跟她的意见 就是她知道她自己的遗憤 她不是要去掌管我 并且她说到 她在《创世纪》里说到 神要做一个妻子 去帮助她 她有很深刻的印象 她说她就是神安排 来帮助我的 不是要控制我的 所以这件事是我们 刚才帮助我们 好 好了 沟通问题了 婚姻中 和家庭中的沟通问题 那男呢 会怎么一起读 男呢 就会看重事业 内心呢 处理问题 女呢 就会看重关系 沟通和整齐 好了 那我们说出这些情况 一 就是沟通时候呢 接触对方的不同 这个下面都是处理方法 我们先看上面 解释一下 意思是什么呢 男通常是看重事业的 那其实呢 这个是事实 就是希望大家女性 不要失望 很多男性追女性 是一个事业来的 就是她有爱情 不过是想追到这个女性 这个女性呢 有些人来说 又够漂亮 又够什么条件 我要追到她 因为千万不要被人追了 那她追完呢 唉 是我的了 尤其当已经结婚 不会走的了 这样的时候呢 所以很多男性来说 这个不是绝对的 我意思就是她没有刻意去 真正跟随 圣经的吩咐的时候 她就觉得 已经追完了 已经OK了 以后就是回家吃饭了 就是生活责 吃饭 上班 工作 就没有想到 好了 我今天开始更加表达 对太太的爱 实际上很多丈夫 是没有这样想的 那她呢 就是只着重事情 譬如太太说 哎呀 什么不开心 什么不开心 那丈夫又怎样呢 你这样做 你又没有做什么 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做呢 那就是事情的 那但是呢 太太其实很想丈夫 能够用 就是回应她的感觉 我知道你今天发生的事 很不开心的 我很关心你的 我那时候我会对太太 会说 这个对很多人都会说 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爱你 我爱你 就是她会用这个方法 来到 有时回应她一些重担 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好了 男性喜欢内心处理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 我们日常生活 都有一个帮助 就是怎么样 有麻烦呢 包括我自己做的也是这样 喜欢自己搞定先的 不要找人住 不要告诉别人先 自己搞定了 哎 到时都不用告诉别人 那就没事了 这个是 通常不是一定的 那女性相对呢 就不是的 有这些问题呢 很想找人聊一下 说一下 觉得心就舒服些 说完呢 已经觉得松了一大半 已经觉得 哎呀 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部分 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是那些人支持她 就已经觉得 轻松很多了 这个是男性和女性的分别 女性是喜欢 去向她 信任的人 去说出她的问题 而男性呢 是喜欢自己搞定 因为觉得 说出来给人听 好像很丑 那事情都搞不定 又要求人帮助 真的很差啊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基本上就是觉得 哎呀 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先 为什么要整个麻烦人呢 就是会有这种的情况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 也都有时有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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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上的分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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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沟通未必是合乎神的哦 但是她怎么都要说 虽然呢 有很多不熟神的女性 她会说 说三姑六婆 但谁不好 就是她都总于 总于喜欢说 男性就会觉得 呃 去街 去见到什么 买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话说的呢 就是 很多话说 比如我自己 我太太来说 我都发觉是这样的 那我没有说她 为什么这么多话说 他真是帅 这么多话说 比如我们去那里买东西 那样 那便见到 比如那些东西贵了 便宜了 那些又大了 又小了 又怎样 想要那样又没有那样 那他回来就跟家人说 哇 见到那样 哎呀哎呀 又买了那样 没有买那样 不知道对不对 那我心就想 如果我便买了一块 那就是这样 那些东西都处理了 所以说 不需要说 会有这种的倾向 那其实我会沟通呢 是学回来的 就是我不是生出来这样的 我是学回来 我要表达我的内心 就是我已经处理了 我要说出来 那我太太都很想听 但是他又很懂得去沟通 为什么呢 他不会怪我 他说不紧要 这句话很喜欢听的 大家说的时候不紧要 不紧要 这句话很难出口 有些女性来说比较难 不紧要 但是我们都学习 就是沟通的时候 不要控制性 能够聆听 而很多人喜欢说 三姑六婆 第二个 哪个哪个哪个 但是我们好的沟通 是说自己的内心 自己的感受 自己所发生的事 让人明白我们 那这个就是好的沟通 那我也都因为 我真的学习和应用沟通 所以你把我说到的时候 都是说我自己发生的事 就是我将这些事 说出来 那我看到他也有帮我 他怎么帮我呢 试过呢 就是有些情况 我没有沟通 没有了 譬如有一次他说 他说一些事情 接着我又回应他 事情式的回应 接着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跟你分享我的 我的心情 我只是知道 我做错了 但是他没有说我 就是他没有怪我 他只是说 你知不知道我是好 那我立刻知道 我没有做到 就是可以怎么回应他 我以前我立刻 就回应他的感觉 我知道你 在那个情况 会觉得很辛苦的 或者不开心的 有重担的 那有时他又会这样 他说呢 我曾经跟你说一样 或者送一样的给你 我太真的送好一样的 这些衣服都是他送的 他总之他 到时候他就走到街 去找一些什么 他有时就会带我 去看 有时他会自己买 但多数他都看完 就是他 譬如我去了宣教 他回来 他就说我在这些衣服带 去看 然后他就会跟我一起 去决定去买 就是他真的有很多东西 他都会这样沟通 有时他做了一件事 在我身上 我都不记得是什么 或者是送的 或者是什么 然后呢 或者说了一句话 然后呢 反应很少 就是 哦 多谢 他说 你的反应很短 我很想听多一点 我真的说 我听我已经知道 我说得很少 于是我就说多一点 就是很欣赏你的心 你的预计 你所做的事 你的心意 或者是很欣赏 很欢喜 很开心有这个太太 就是这样 我不是因为他说的 我是真的很愿意这样说 但是有时我很多时候 都会有些事情漏了 那就是他提一提我 他提完我 那我下一次记得 就是他用一个引导的方法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跟周围的人沟通都可以这样的 跟祖元 子女 跟周围的顶姊妹 都可以不是用一个 喂 你又为什么不这么没话说的 而是去引导他 我先跟你说这件事 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回应 让他说 让他说的时候 哇你真的很厉害 你能够说出你内心世界 这样的时候就鼓励了 就是时欣赏 我太太经常欣赏我 就是我做很多小事 他都欣赏我 其实他关心我 超过我关心他多很多 他真的很细心 他什么都记得的 我只是说他 你真是很厉害 你的记性真的很厉害 很记得 我有什么事今天要做 他回来 有时候那些事 我都不记得了 他回来 他又记得 记得回来 他说是要查一下 看一看 例如我身体上 有时候有痕 有些红点 我叫他看一下 查完之下 他又跟我说 今天少了些什么 今天多些什么 你哪天去宣教 那天有什么事发生 去到看医生 所以我都要带他 他记得了我发生什么事 我都忘了做什么 他没有记性 并且他的记性是用得好 他从来都不会说 你怎么没有记性 而是他用他的正面去支持 那我就会 经常都欣赏他 你真的很有记性 就是 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能够 时时地欣赏 那关系必然好 有些人说 我不懂得这样做 那么多 其实不懂 不太容易 只要说 我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我做得好一点 而说的时候 不用骂 很重要 不用骂 不用用强烈的方法 只是由我们去说的时候 他一做 立刻欣赏的时候 那关系就会毁善 其实 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为什么那些人不肯做呢 只是激气 不服气 因为他对我有点不好 所以我一定要 弄回他 看看 怎么可以他对我这样 我要对他好呢 就是好像五句 五福气 其实 越不服气 就越受苦 越服气 越幼和 越享受 就是享受 神次给我们慢慢 是不是享受的 神次给我们家人享受 其实可以享受 也有一个心态 我要令他快乐 令心我们的快乐 令父母快乐 亦都令我们的配偶 我们周围的人都快乐 令我们的教育很快乐 好了 接下来有一些提示 我们一起读一下 沟通时接触对方的不同 就是人家在不同 不要觉得人家不同 就是错的 第二 揉述对方 不重提 对方的错处 这个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就很难 你上次又是这样做 今次又是这样做 已经很多次了 怎么可以不提 但是你越提 他的耳朵越不肯听 越反抗 所以其实不用提 可以问 就是问他 就是问他这件事 可以怎么处理 你觉得你今次处理得怎么样 去问 而不是去挖一下他 千万不要说回以往发生的事 第三 一直说 内心聆听 不定罪 让对方一起找处理的方法 这个内心聆听 我都承认 是一个人类的弱点 尤其是男性的弱点 很多时候我听人说话 如果我随意 我就会开始想 如何处理 然后回答他 开始想 总之他开始处理 而不是他留心 我真的很佩服太太 他怎么样 他一直在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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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一些人 我都尽力留意 谁知道他当然留意多过我 他回来 他会说到 这个人说到说话的时候 他的表情 他的表达的时候 他的表情 亦都是代表他的沟通 还有很多事情 我听漏了 明明又是听了 又是两只耳朵 为什么要听漏了 其实这个事情要学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听 两夫妻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呢 难过一说他自己什么 比如他有什么 女哥说 为什么你这样做错 他就会解释 女哥已经一直说 你一直藉口 你都不是真的 心已经不听他说 他说什么都没用 而女哥也是 即是难过 当见到女的时候 他一说 你没有发觉 当妈妈跟你说 你洗地 你怎么洗 哪里 厕所 你怎么擦干净 你听到两三句 已经开始了 你知道 你好像上次都说了 心里面已经turned off 已经走着想 下一步 对不对 即是有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 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 已经知道他在说什么 譬如有时候 有些人 跟我们说他的情况 我们很快就 就会想怎么解决 就没有听他下面的部分 我可以告诉他 但是我试过 从过很多次 所以我现在 盡量留意这句话 因为 其实是很臭怪的 就是你 听完人家说话 接着又忘记了 或者听完之后 又没有留意到 其实这个应用在所有的关系 都是很有帮助的 即是 耐心聆听 听的时候 不要定罪 即使你不好 不是一定要定罪的 而是 去怎么帮他 譬如 父母有时候会这样 听到子女说 哎呀 考试不好 父母的心里很生气 即 或者子女说 今次比上一次好 但父母觉得不够好 他心里说 是 罢了叫你不要看电视 你是要看电视 于是他说什么都好 父母已经听不到 听不到的时候 他就很难去影响他的 但如果他能够 关心他 小事都聆听的时候 他就觉得被看重 而且对方一起 找处理的方法 即是大家相讨 如何处理的方法 第四 都说一些爱的欣赏 鼓励和正言的说话 但很多人都觉得很难出口 即是中国人觉得 说欣赏的说话 真的很难出口 真的很难 但我们发觉 影响我们最大的 是那些欣赏的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后来有一次 我写无笔 远回来 我给他看有多少分 他看到 写得挺好 我多高分 然后我就很努力写 更好 下次又高了一分 他又再看 他又再欣赏 即是原来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 这样的 对人的好说话 的回应 我又说另一句说话 亦都是他 他说这句说话的回应 令我很舒服 因为很多事的确是 我的经历 我小时候 家人是 我说很多说话 他们是 不会听 或者不会认同的 我那次说的 我喝咖啡真的不太好 因为我试过喝咖啡 尝试喝咖啡 可以读书 读书 又不集中 接着睡觉 睡不到 接着他怎么回答 我说是 他说是 我说很深刻 印象 是很舒服 因为他认同我所说的说话 因为他 这个认同不是说 就是 不是说 咖啡那么不好 我需要认同 而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对我的 一个体重 和尊重 因为 有时觉得 他是不是 体重我 或者他难中 是不是体重 但当时他说这句说话 是令我非常舒服的 所以有时 我们能够认同的人 是带给人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 可可以 多些说正面的说话 欣赏的说话 鼓励的说话 这个不仅是应用在婚姻的 也应用在所有的 关系上 我们就能够更加成长 你想成为一个比神用的人 如果我们喜欢说一些尖酸 刻薄 刺人的说话 有没有用呢 是没有所 我试过公开辅导很多的夫妻 在辅导之前已经说明了 试试说欣赏的说话 他说什么 但是我试试 做两个 其中一个 他都不做 哪里可以 他说这些说话 我又要回应他 我怎么回应呢 我就说 你觉得你刚刚说这句说话 或者这句表情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感觉呢 接着他听完之后 他就说 是啊 我都知道 他都不太舒服 我说 不如你想一想 可以怎么说呢 因为想一想 真的好很多 我有一个例子 我以前曾经在我 有个教会 我兴起了两个人 他们是事务处 现在是带领了个教会 他们刚刚也是拍拖的 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选择他们 而是他们刚刚在拍拖 有一次 那个男子和女子 一起坐在那里和我聊天 那个男子 就把一只鞋放在另一只鞋上面 接着那个女子 就做了一个动作 他一踢 踢到那个男子的脚 下来 我看到 接着我就问那个女子 我说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她说 我不喜欢见到她坐得不正 即是脚不摆正 她解释给我听 好了 我问她 我问她 你觉得你这样做 她会有什么感觉呢 她就开始 她就说 可能会令她觉得不舒服 我就问她 你可以这样做法呢 我都不记得她的答案 即是可以做的 例如在另外一个时间 至少不可以在人年前 去这样做法 另外她也后来有一个主要 即是 这件事 真的有主要 因为那个男子 那个广道 她的中文又不是很好 而且很多时候 又会不顺畅 她就有一个主要 她就在她广道 成就站在隔壁 她一说得不好 就立刻补足 说了就立刻补足 说了就立刻补足 那后果是什么呢 那个男子 是害怕得要死 很怕很怕 原来有时我们这样的控制性的督促 是未必有好的求果 反而我们能够接纳人 欣赏人 反而她能够改善的机会更加好 所以如果我们想给神用 是不是更加要处理这些 原来这些 对于我们 跟任何人的关系 都很有帮助 我希望我们今天所看过 再看看 我们今次停在这儿 首先 我们对于婚姻的观念 不只是婚姻 说到去教会 参加小组 参加聚会 跟人相处 那个心态是什么 是不是只是摸东西 还是想祝福人 这个很大分别 我们是否跟人相处 都是想祝福人 比如同事 明明同事对我们不好 我是不是想祝福他 因为说这个同事不好 于是我整天记住他都不好 整天记住他都不好 会不会他会改善呢 不会的 但是我们祝福他 反而他会改善 但你说他都对我不好 为什么要对他好呢 这就是耶稣的心态 耶稣说什么 你挂你一巴掌 你能够以善性恶 就是耶稣的教导 希望我们能够跟从 就是爱妻子 真是婚姻的观念 就是爱对方的人 而女性知道女性的没有性 和责任感的控制性 所以就学习信服了 但不是代表 南边圣经有说 信从神不传从 人是应当的 就是有些做的事 我是叫你不要信从神 我们就不应该信服 但是我们应该用一个幼黄的心 就算不信服的时候 都不要用一个强硬 有没有看到情况就是 两个不信服的时候 不肯的时候 是跟着骂对方的 我们真是人会这样的 他就叫你做一件事 比如很简单 就是一个 例如一天出街 出街都没做完事 这句说话有什么影响呢 在他来说很合理的 这么多事情做 有没有搞事 现在出街 还有这么多事情做 怎么可以出街 这就是单纯一个事情的看法 但如果有一个感觉的看法 就是他这样有心想出街 是好事 要欣赏 虽然出不出是我们的抉择 我们都可以说 可以这么说 你要想到一起出街 真的好 这是我太太经常说的 我有时跟他说 你今天有没有空 我们去拍拖和聊聊天 他说我整天都开心了 他有时会问我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整天都开心呢 就是因为你今早问我 你今晚有没有时间 他会觉得很开心的 希望我们 就是说对方会说的事 我们都能够欣赏 你真是好 你会想到出街 但之后我们可以 譬如 真的那个东西 不是那么紧张 但如果你说 我们真的不行 那你都可以说 很感谢你 我们下次 下次出街 这次真的要有些事情要先做 好吗 这样的时候 沟通是不是没有刺 但是人是否会刺对方 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况 求求帮我们 任何的关系 譬如同工都会 有时会弄他一句 说了做又不做 说了准时又迟到 做什么 搞什么 但这个时候 有什么意思 反而他问他 你觉得下一次 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好一点呢 这样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一点 可能大家听到 可能有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走得通呢 这样 好 然后婚姻的沟通上 男人是看重事业 那你说 那为什么男人 因为女性不讲错 为什么男性 不会看重感觉呢 这个就是神族人 如果全世界都好像女性 又有问题 就变成了 整天都在 在一些关系里面 还有没有发觉 如果做工的地方 全部女性呢 那些人就是要 问题和说话 是他们多的 因为他会好看重关系 一看重过头 因为有什么不妥 就会有一种竞争性 比较强烈 就是这个不是性别歧视 而是性别特色 那男性呢 通常会有大乘 大乘 是算了 但当然男性也有点不差 就是男性 女性也有点不差 但是呢 他是会有不同 所以神就很有智慧 做男就女 但是 因为这个不同也有问题 那你就确实了 为什么你不做 一种男女 是男也好 女也好 相处也好 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因为人犯罪 所以现在 如果没有犯罪 就不要这样想 那男性 是处理事情 和自己处理的 其实男性通常是逃避处理的 这是事实 大家要明白 这个男性 会知道 有什么问题 一边说 不要说了 等一第二又好 没事的 不用说了 但是女性呢 通常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丈夫有时觉得 是的 整个人都要说回那些东西 都要找回那些东西 都要找回那些东西 哎呀 不说叔叔了 不要紧要 就是他会逃避的 女性呢 就觉得那些东西 是要处理的 所以我们知道的特色呢 我们就去尊重对方了 就是男性呢 就尽量听太多的说话 真去处理 那男性 女性也都给他 尊重对方的空间 有时你问 尊重对方的问题 为什么他很久都不回答 因为他里面处理了 才回答你 但是女性有时 你一问他 我已经这样 一定这样 但是男性要想清楚 才会回复你 那这个是男性的特色 我们接受了 就会说 你这么久都不回答我 就是 不用这么冷静的 不要紧要的 行不行 好 我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在这些事情上得性有缘 可不可以 靠着耶稣得性有缘 是很重要 很多教徒 很多传道人 都在婚姻的事上有问题 亦都有时 婚姻问题 引致有婚外情 所以呢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些事情上得性有缘 当我想的时候 想回我们和很多人相处 有没有很多事 都会有一种好像 令到别人 好像刺伤别人 有意无意 有时是无意 有时是故意 因为他这么坏 我一定要整理他一下 这样的时候引致很多问题 我们求主耶稣 要我们真的有个悔改的心 我们一起起床 求主这次给我们悔改的心 主耶稣我们需要你 主耶稣我们需要你 因为有时我们不明白 能力的分别 以至我们在人与人之间 相处的时候 产生很多问题 求主耶稣射认我们的罪 在一会儿大家都想起 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夫妻的班 或者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同事 教会的弟兄姊妹 教会的全部人 同工 主耶稣我们在很多地方 吉祥人 求祢射认我们的罪 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 只想到得到什么 不是想到如何对人好的 求主耶稣射认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真的想到我们 那么多次伤害人 是一个很大的尽 而主要是给我们悔改的心 一个幼默的心 祥耶稣射认我们 成为一个幼默的人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爱 因为我们在心里存着 神你的爱 你的怜悯因言 我们就乐意用善代言 别人 善事对人好的 善事说温和的说话 善事说欣赏的说话 好为的说话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求主帮助我们得胜有缘 帮助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胜有缘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主我们决心 善事 善事 希主帮助我们 善事 我要善事对人更加好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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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堂祝祝福我们当中的婚姻 或者我们教会内不同体质的婚姻 监事祝福 让魔鬼不要破口疾人 攻击我们的婚姻 让我们的婚姻是得胜有严 能够在婚姻里面一方面是美切相外 并且能够同心合议兴皇福音 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荣耀主的圣灵 多谢天父赞免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荣耀重赞归免天父 多谢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圣灵 阿们 好了大家在这一集 学会我们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